槟城29日训一名60岁华裔女子今日凌晨从槟城大桥坠海,生死未捕。 跟大桥毕露电视拍到的照片,显示在今日凌晨24时7分时,一名身穿黑色T恤,白色短裤的女子,坐在大桥的桥梁上望海。 冰州销整局今日发文告证实,一名60岁的华裔女子,在槟城大桥从北拉爱往冰岛方向的第4.40公里处坠海,其银色宝藤奔输那Proton Persona轿车则停留在大桥上。 车上还有这名女子的个人资料文件。文告指出,当局是于今日凌晨3时16分接到头报后,已派出校整员赶往现场进行调查,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。